首先解釋一下關於醫治 然後我們一起有信心 今天同信心、相信 我們中間人有疾病的 我們求助去醫治 在聖經裡面有不同的經文 告訴我們關於醫治的 即是神是一位醫治的神 雖然聖經也同時有說到 是有人不能醫治 譬如寶羅自己也說到 他去到加勒泰第一次傳道的時候 是因為他有疾病 他也有說到有不同的人是有疾病 那這個是事實 但是不代表這樣 耶穌不醫治 因為聖經也有說到 在《馬可福音十六章》裡說到 信聖人給神職除弱 他們就是奉我名趕鬼 還有搜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即是神是有答應我們 搜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是我們可以為病人討告 而叫祂得醫治的 聖經也有說到 有說到如果有病的 那些長老是去為祂搏油 叫祂人得醫治 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在二塞書五十三章裡說到 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所以說到 這個來源就是耶穌是一位醫治的神 祂很想我們得到健康 所以當耶穌為我們死的時候 祂不只是贖罪 因耶穌受的鞭傷 耶穌是將祂的醫治治給我們 神是一位醫治的神 因為祂是創造我們的身體 祂創造我們的身體的時候 祂是很想我們健康的 祂不想我們在疾病裡 當然有些人說 人始終會一路衰老一路有病 這個的確是會有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是可以行神即其事的 就像是阿潘所說的 這位婆婆 她有生命危險 呼吸都有困難 但是居然在這裏討告 以及將她的重担吹出來 以及將她的靈湧向神 的時候神真的臨在她身上 即時帶來一些神即其事 神即性的醫治 神是會做這些神即性的醫治 雖然有一天 始終祂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即我們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不代表在這個過程中 神不可以行神即其事 神行其事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就是將祂的榮耀 第二也是祝福祂的子民 不用在疾病的痛苦裡面 譬如我曾經為過有癌症 而又做化療的人祈禱 她居然覺得很舒服 即是她說是很辛苦 但祈禱之後是很舒服 順著她兩個女兒後來就找我 因為其實我只是見過她一次 她跟著找我 我就在電話跟她祈禱 我問祈禱 我問她用一個speaker 播出那個祈禱 她兩個姊妹一邊黑一眼 在一邊祈禱 我問她有什麼感受 她就說好像飄起一樣 她覺得很好 然後她兩個女兒都信耶穌 其實藉著醫治 我是帶領不同的人信耶穌 譬如一位婆婆 她是有糖尿病 中風神衰竭 心臟病 雖然她都離世 但她在離世之前是很舒服 醫生說她本來是很痛苦的 應該要用muffin針 但結果家人說她好像嬰兒一樣 另一種醫治 就是令到她身體舒服 令到神的兒女 能夠經歷到身體和心靈的舒服 讓她在疾病之中得到力量 或者是如全的康復 或者一部分的康復 這個都是醫治 我們相信神是可以醫治 我們有時神會指示 譬如彼得 他去到徐子 他不是求耶穌醫治 他奉耶穌名 奉拿撒良耶穌的名 我叫你起來行走 他是叫祂起來行走 當日領受到神的指示 神的感動 亦都可以有這種的祈禱方式 但首先的來源是甚麼 就是耶穌受的變相 叫我們得醫治 即是神的心是想我們得醫治 我們一起去說 神的心是想我們得醫治的 神的心是想使我們去醫治別人 神是想使我們去醫治別人 就是信的人有神積除了 叫我們手按病人 病人做必好 即是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是一個想人來活得開心快樂的神 然後他有計劃去醫治人 例如潘為這個婆婆祈禱 是神已經計劃了要祝福這個婆婆 然後神就使用潘 使用他有這個信心 在這個電話就為他祈禱 這個就是神定義先 定義要祝福這個婆婆 然後又感動潘 就會有這個意念 怎樣去幫助他 怎樣為他祈禱 這個都是神的工作 然後當人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的工作就成就了 我們一起講一次 這個就是法人聖前的講法 首先是 神是很想祂的子民活在健康快樂之中 一起講 神很想祂的子民活在健康快樂之中 神也都定義去醫治人 神也定義去醫治人 耶穌受鞭傷就為了醫治我們 耶穌受鞭傷就為了治我們 祂已經承擔我們疾病的痛苦 神也會感動 感動神的兒女 去慰到病人痛苦 神會感動 神也都定義這個病人得醫治 神也定義病人得醫治 所以整個過程 神都是有祂的心意 有祂的計劃去使用我們 我們有這個信心 神是想醫治我們 神是想釋放我們 譬如我們中間有一位姊妹 她是很多年醫生說患聽 又給精神又給她吃 但也不要回大一期 祈禱可以等醫治 這就是神的工作 其實說到醫治我真的有很多次數 有些是面對面 有些是電話 我也試過 有些是透過互聯網 現在透過互聯網 亦都可以用WhatsApp 可以做電話 QQ可以做電話 微信可以做電話 還有Skype可以做電話 大家都可以有這些工具 在網上有人去找你的時候 你都可以憑信心去做 去叫人得醫治 好了 我們首先講到神的心 想人得醫治 神也都賜給我們的權並 就是我們手運病人病人 就可以好了 賜給我們的權並 也可以為人活由 叫人得醫治 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權並 是我們可以行使這些權並的 到底有甚麼難助人得醫治 我們都要明白 其實很多時候人 為甚麼不能得醫治 是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對神沒有信心 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當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的時候 就難助他的心 他就會沒有信心 他會對神懷疑 我有病神不理我 神的祝福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這個世界是在罪中的 所以世界是有痛苦 人人都有痛苦 自從亞中 亞當犯罪之後 人人都有痛苦 這個不是神比 是人犯罪之後帶來的後果 一個方面就是 因為全人類有罪 另一方面就是 因為人都會犯罪 所以製造不同的問題 帶來痛苦 這就是為甚麼人有疾病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人類都有病 神的心是想祝福人 但有件事我們要記住 就是神的祝福 主要是透過耶穌基督的代屬先 即是有些人 他又不信耶穌 他又排斥耶穌 拒絕耶穌 他根本聽到耶穌都不喜歡 那耶穌根本 不能夠來到他身上祝福他 所以當人信靠耶穌做救主 神的醫治是會更加真實和強烈 不信那些是否一定不得意 不是一定 但排斥耶穌 拒絕耶穌那些 他得意的機會 可能是接近零的 即是有未信的人 他說我想 耶穌會醫治 你想不想 想 這樣的時候 他是可以得意治 我們記得十個大麻蜂病人 他們不是過回來感謝神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穌 我們不肯定 但是他十個得意治 就看得到 不是一定那些回應神 即是信靠神才得意治 就是他沒有信靠神 神都可以醫治 但是他們的確 那十個都是想 都想耶穌醫治他的 所以人的缺乏信心 和人對神的排斥 或是埋怨 我們中間 如果中間有人有病 你心裡說 哎呀我命苦 我呢 神對我這麼公平 我好困難 如果你的意念 時時在這個情況 我希望大家 在這一陣子 你真是相信神是愛我們的 神是祝福我們 神是不想我們留在病中的 神是想釋放你的 很多人說 我很多年都痛苦 為何神不反應你呢 但其實神定義的 到這個時候 祂又救我們的靈魂 透過不同的人 祂救我們的靈魂 透過不同的人 興起我們 然後有機會讓大家來到這裡 可以學習 如何在聖靈的運作 如何經歷聖靈 然後去得到神的醫治 神一直一步一步一步 來帶來祝福 所以我們就要看到神的作為 神的心 就不在這裏頭 為何神這麼久都不來幫我們 你這樣想 你很多事情都可以這樣說 為何我老公不早來找我呢 為何我不早點找我老婆 為何我不早點 就是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就是埋怨了 我們應該想一下 我們有的其實都很多 神一直這樣感動我 我感謝神 這個正面的心態 對神有信心是很重要的 而且聖靈恩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為人祈禱 我都是叫那個人 你投入 開放 渴慕神 讓神的靈更大 淋到你身上 譬如有人祈禱的時候 沒什麼心的 唉 你說祈禱 不就祈禱一下肚 看看怎樣 他這樣心的時候 他的醫治是困難的 我都說過曾經有一個人 我為他祈禱 他軟硬好 他覺得一種黑色的力量 在他的胸部走出去 然後他就不痛了 痛了一個多月 而且充滿喜樂 但這個人祈禱 我告訴你他的心態是怎樣 他真的很投入 我叫他投入 他真的很投入 放鬆 他又放鬆 我叫他呼籲耶穌 他又呼籲耶穌 我叫他做什麼 他都肯做 很投入 所以他後來是充滿喜樂 然後他是好 這就是他本身有一種投入的心 其實在追求聖年充滿 有些人說為何要追求呢 聖年充滿來到就來到 我們其實看到聖經裡面 是人是有付出的代價 神是想我們聖年充滿 這個是神的心 神的心是很想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聖年充滿就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神很想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聖經說到 譬如保禄 摩西曾經說到 他說 為願以色列人都受這樣說話 為願祂的子民 都能夠被聖年 受聖年感度 這個都是神的心 就是願意所有人都被聖年充滿 譬如保羅也說到 你們要被聖年充滿 就是神的心都想我們被聖年充滿 耶穌就說到聖靈要降臨 在你身上你就得著能力 就是神的心意 耶穌也說到信的人 必有神職除入他們 奉我名趕快 聖經說到神職 很多時候是說到聖靈工作 或是聖靈將醫病的恩治 行義能的恩治治給我們 所以我們想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或者想更大的醫治 是渴慕聖年充滿的 在這星期老實時 我發覺有些人渴慕 但有些人就 在那裡是很 怎樣呢 是很輕鬆 不過很輕鬆 跟我的那種有點不同 因為他就輕鬆鬆坐在那裡 就不是學武 其實反正都坐在那裡 那就是學武神 其實我們從早到晚都學武神的時候 神的動作是會加強在我們身上 我們全心全意 時時都學武神 在路上都謝謝耶穌 祈禱都有兩種 不止兩種 很多種 有些人祈禱我們 聖靈充滿我 謝謝耶穌 那個心是不太投入的 我們祈禱的時候 你試一下 多謝耶穌 多謝祢很愛我們 哈利虜 耶穌真是好 又經常想回神做的事 神真是好 這樣的時候 神的工作是很大的 在聖經裡面有記載 撒妹的記事上十章 和十九章 是講到 那幫先知悔徒 撒妹的那幫先知悔徒 他們就在那裡 個個就在那裡奏音樂 又受感說話 他們奏音樂應該就在那裡敬拜神 當蘇羅一來到 立即受感說話 撒妹就跟蘇羅說 你要趁時作 因為耶穌要你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在這個地方是強烈的 你要趁時作 就是講到一幫人 有強烈的神的同在 我求主幫助 我們真的有這個神的強烈同在 我們去到俄羅斯 也都需要神的強烈同在 我們都需要教導他們 怎樣保持這個聖靈的強烈同在 是我們真是深相信 沒有神的強烈同在 我們的生命是不會大大的提升的 你想大大的提升 你必定是時時盡量留在 神的強烈同在 時時愛慕神 享受神 時時相信神愛我們 時時去渴望祂 讚美祂 感激祂 神的同在會加強我們身上 你就能夠隨時隨地 一祈禱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喜樂 能力 祂的愛 祂的同在 是可以感受到 並且你為人祈禱 你會看到人會改變 這就是醫治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就是我們大家都學慕 有些人會說 很難 我真的不習慣 不習慣 你可以慢慢習慣 慢慢習慣 你就開始數算神的恩典 開始去感謝神多些 你感謝神多些 你就慢慢越來越習慣 到了一個 有些人因為覺得 祈禱好像不成 所以就很難靈的祈禱 什麼都要說 總要說的 其實不一定要 就好像說很多說話 而是靈湧向神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我真的很愛愛 真的很歡喜 在心靈裡湧出來 是從心底處很喜歡神 神的工作就更加強烈 而這個也包括被服侍的人 如果有病的人 都是這樣學武 神的能力會更大臨在我們身上 我先講到聖靈的記載 在這個時代 也有不同的人 有強烈聖靈的同在 帶來很大的祝福 他在網上 講到Heide Baker 他又講到有一次 他呼求聖靈的大大的臨在 那些人就感受到 像風一樣 靈的風吹過來 神的能力就很大 在他的聚會 有很多人病得醫治 很多人瞎眼看見 他見到很多的神職歧視 在美國也有一個牧師 他曾經一個聚會 那些人真的很投入祈禱 極度的投入 然後在他們親近神的時候 忽然間在一間教堂裡 裡面不是露天的 是有天花板的 居然有閃電下來 將這個廣壇 將廣壇打開為兩半 然後這個牧師就被這個力量 一反彈成十呎 飛了出去 躺在那裡很久很久都不起身 而那些在聚會裡面的人 也有很多人 個個都跌在地上 在神的能力之下跌在地上 是有神的同在這麼強烈的地方 也有一個人叫Gerry Oates 他就去到巴西 去參加一些聚會 在一個定拜的時候 突然間他聽到神會說 你要脫鞋 因為在聖經典講到 神和摩西說你要脫鞋 因為這個是聖地 他要脫鞋這個聖地 當他脫了鞋之後 後來他的靈魂飛出來 他就在那裡飛 飛過了帳幕 然後飛上天 就看到天使 神向他顯然 神很真實地向他顯然 後來他就在服侍祈禱的時候 他就看到天使在外面 他就說那些人得意志 看到天使去哪裏 他就告訴他那些人得意志 他就開始跟太太 都看到天使在他們的服侍之中 在這個時代都有很多人 如果大家上網看 Sip Roth 你去找SID ROTH 不過你要懂英文才行 It's supernatural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的影片 很多不同類型的 簽字人的工作 好了 另外有些什麼因素 我剛才講到正面 什麼因素造成醫治 什麼因素難了人的醫治 就是人學無神 但是什麼因素造成醫治 就是人學無神 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愛 也不覺得我的功勞 是神的工作 另外就是 有些神經有講到 一個很重要的經文 就是在遥行福音五章14節 遥行福音五章14節 我道給大家聽一下 後來耶穌 在彥女如見他 在池中的人耶稣在池边 耶稣就医好他 就对他说 你已经传言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遭遇得更厉害 不单止你的病可能回来 并且比以前更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人的罪是可以被魔鬼的攻击 魔鬼就会吊多几个更厉害的鬼来 进去他里面 我曾经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在地铁 我在看我的中文 是中文有拼音的圣经 普通话是拼音的 我旁边有个人在看 我就跟他说 这本是一本有拼音的圣经 他告诉我他是信耶稣的 然后他后来就说 他曾经去割培你的伴侣会 以前割培你的伴侣会是有医治的 后来他因为想更多教会折立 他就没有用到医治 其实他是有医治恩赐的 他就说在聚会里面 那些人就会拿手巾去 接着就收回手巾 将他带他的病 有些病人在这里立即说要祈祷 有些病人在这里就带回去 这个人就说他什么情况 就是他的腰骨是弯的 他在床里是很辛苦的 总之睡到床已经很辛苦 他的腰骨是弯的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堂叛的 但他说他当时去割培你的聚会 他就拿手巾回来 就放在他身上 接着他的腰骨是好回来 是很舒服 舒服了两三天 接着有一个和尚来到他家 他说你要装地主 你要拜他们的偶像 他就听话 他又想有耶稣又有那些 怎料他不知道那些是邪人 接着他就开始装香的时候 他的病就回来 但是他当时又不懂得其他基督徒去帮他 结果他就一直后来是陀会的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后来遭遇的更加厉害 而我们中间有人可能因为罪 可能因为各样的问题 烦恼 很多人说很难烦 家人这么不好 整天都发脾气 整天都吵架 我们要记实 因为世人都是罪人 所以他们会吵架 如果你要等到你的家人不吵架 可能你有时等不到的日子 希望等到 但有时他始终是喜欢吵架的 你很难改变他 你能改变是谁呢 是谁呢 是自己 他罵你不是一定要受他影响的 即是一个人他有这个罪 他会整天都罵人 有些人总是喜欢罵人 的时候你想等到他不罵 你才有起来 你等了很久都等不到 所以你就不用被他影响 家人有些什么 他做得不好 不用急 不用紧张 不用发脾气 发脾气是谁受伤害呢 是自己 所以发脾气的人 是很多病痛的 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 有些人 整天都什么痛 什么痛呢 你就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是怎样 如果你的情绪是不好 你就发觉身体很多毛病的 你发觉那些人是健康的 通常他的情绪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越是有喜乐 就越是健康的 我刚刚也去过去旅行 看到一些医生免费给你检查 他问我多少岁 我说63至64 他一看 不太像 他的样子真的很健康 以那个年龄来说是非常健康 虽然我身体是无病 因为我是血型肝炎大菌的 但是有些人说 如果是这样 为什麽神人不医你呢 我们不能够说 什么时候神医治 但是曾经有个医生跟我说过 他说你是很多人之中 一个很幸运的 他不算耶稣 幸运的 因为你有的肝炎 没什麽影响你的身体 其实我在八多年的时候 大约八八九年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肝炎的 到今天 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那个迹象是不太多的 我是不需要接受医治的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原来平安的人 在我来说 很少情况 我头有些冤 头痛是没有 在我身体里是没有这种存在的 我知道头痛是辛苦的 我试过有事 有些病的时候听明白 我感谢神 就是当我们的心灵是健康 和有耶稣的存在 就会能够放下一些重担 如果你中间有人 是你有困难 有不开心 你想想 是不是一定要不开心 你要这样想 假设这个是那个人 代表那个人 那个人不好 他不好 是不是你要不开心呢 他骂我 那当然是不开心 他骂你 是不是一定要不开心呢 就是那个人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也用了一个比喻 如果是瘋子 假设这个是瘋子 当然人家都骂你 你看到他 是不是一定要他骂你 他说 哇 你很臭 那样 那你就说 糟了 我这么臭 我怎么生存呢 我都是 唉 没有生存的价值 他说你臭 不代表你是臭 就算你是臭 你都不用受他影响 他的问题 我们会懂得 这个人是瘋子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我们就学习 罪人 有人都是罪人 罪人 他会有这些不好的东西 但是罪人 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他会说一些伤害的说话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样的时候 你就会说 他是容易发起 我不用生气他 但是你很遭他 你要祝福他 为他祈祷 你又为自己祈祷 不受他影响 最重要 就不是被他打低 然后再再祈祷 而是怎么样 他一打他的说话过来 根本你不放在心上 他说你这么笨 你就不要受伤 他说我笨 真是惨 你不要 更想当 他说你笨 是不是代表你笨 不是的 不是人说你笨 就是笨 就算你是笨 也不是要骂的 他说你笨 你不用放在心上 不要紧要的 笨就是笨 不要紧要的 我的智慧 都可以加增的 或者你 其实我不是笨 你告诉他 不用受影响 总之你是笨 不笨也好 你不用受影响 他说你仰衰 无论你是仰衰 还是不是仰衰 你不是仰衰 那就不用给他影响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明明不是仰衰 但人说他仰衰 他又觉得很受伤害 他说你仰衰 你的样子不会变了 对不对 你不用受影响 那你就说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 不需要归在我身上 就是他用个比喻 他身有屎 是不是要骂一些给我呢 我不是一定要骂 骂了也要洗 但有些人骂了之后 还要闻 闻到死 还在闻 还说他 几十年之前 他还在骂我 为什么要想这些不好的事呢 那我们这一阵 可不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呢 但你放下你就发觉 你的心就平安了 但不只是放下 是一件事很重要 是要有神的平安喜乐 耶稣爱我的 有恩典的祈祷 一起说 耶稣在爱我的 耶稣在祝福我的 耶稣在看众我的 耶稣在看众我的 耶稣在医治我的 耶稣在医治我的 耶稣在一起的 哈利路亚 就把你重淡吹出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每天都笑 你前身都会健康的 但我们今天 求主耶稣帮助你 感动你的心 你有重淡 你就放下 无论你有没有病 你有重淡 你就放下 何必呢 一起说 何必受苦呢 何必受苦呢 何必猛疹呢 何必怒怒呢 何必怒怒呢 是耶稣说 我们可以得医治 耶稣赐助我们的权兵 所以我们相信 虽然我们不能够 每一个得医治 我们不知道 神什么时候做工 但我们相信 是可以得医治 所以你有信心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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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得医治的 我相信 可以得医治的 我相信神在我心里 有这么奇妙的计划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相信神的恩典 神在我们中间 都行过很多医治 我们求主 今天 赐给我们 真是有这个心 神啊 今天赐给我们 这个心 我相信 神会医治我 神会祝福我 我今天用的方法 是这样 是大家一起的 今天呢 我请那些 在身体上 觉得有毛病 有些人就 是不是也要稳一点 先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 总要稳一点 因为有人祈祷 总好 就是好像 有点好 你真的觉得 你有毛病的 那我就想 请你出来 站在这里 然后呢 其他一些 基本上少些毛病 就是 没有人 是绝对没有毛病的 是吧 基本上 都没有毛病的 我们呢 伸出我们的手 围着他们 在我们中间 有些已经是可以按手祈祷的 就 为了按手祈祷 其他呢 就站在一起 围着他 就好像围棋 那样 那些 那些围着他 有几个围着他 一直 那你问了他 是什么病 然后呢 我们祈祷呢 我们就问他 在你祈祷之后 你的感受 我们就求主 帮助我们 有信心 有信心 用个灵祷告 不要就是说 神呀 医治他 神呀 帮助他 他不是这样 是个灵祷告神呀 你行神的其事 加添我们的信心 将来我们可以 我们 其实我很想 我们更多人做 服侍祈祷的 我们第一个要做是什么呢 我们 未出去住 不过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开心 我想他们每一个 留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因为我们这一阵的祈祷 之后 我们会问他们 在祈祷的过程中 他们有没有感受到改善的 我们就一起开心为他们祈祷 然后呢 过程呢 立即问他们 然后我们才分批为他们祈祷 好吗 好 我们一起开心为他们祈祷 求主耶稣 留在他们身上 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我们放声 一起放声 哈利亚人 一起放声 可以站前些 站前些 站前些 和耶稣的名 留在他们身上 奉耶稣的名 医治他们 因你受的鞭伤 他们就得了医治 是神应许的 神应许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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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医治带到他们身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神应许他们 现在还未按手 我们一祈祷 我们就问他们 不过你们要摇得很重要 你自己要负责 你自己不要记得地 你自己要负责 你自己要负责 你脚要歪歪 当你一想跌的时候 你立即屈脚 抹耶稣的圣名 求你 臨付我们当中 我们邀请耶稣 一起呼求 主呀 我们呼求你 我们邀请耶稣 herum开始 邀请耶稣 跟我们一切 邀请耶稣 临在我们当中 邀请耶稣 求您的名言 责央 我们上去 邀请耶稣 来到我们当中 conquer我们的主 我们不会把 打开一个 耶稣充满 我们的生命 耶稣充满 我们的生命 耶稣更新我们的心灵 医治我们的心灵 释放我们的心灵 将我们一切的重担释放出来 所有烦恼释放出来 让我们的心完全闯开 完全开吐主 神啊我们渴望你 我们渴望你 我们一起全部都说 耶稣我们渴望你 我们渴望主要 我们渴望主耶稣 我们渴望主圣灵 用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渴望主圣灵 我们渴望主 Bart 我们渴望我们的心灵 我们渴望主圣灵 我们渴望仅是我 阿里优雅 神的这个永热光 这个地方 神的基子光明这个地方 神的祝福光明这个地方 阿里优雅 阿里优雅 永热归美丽 永热归美丽 阿里优雅 你的臣子 从那里 直弱呼出来 阿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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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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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乎亚 哈利乎亚 你们都牵手就有个梦名 总好想 哈利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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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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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欢迎你充满这个地方 欢迎你 欢迎你 欢迎你和你一起 欢迎你 哈利乎亚 愿意的荣耀光明 愿意的荣耀光明 这个地方 愿意的荣耀光明 哈利乎亚 哈利乎亚 求神你 依止 求神你 直接的依止 求神你直接的依止 祝你这个荣耀光明 求神你直接的依止 哈利乎亚 多谢耶寿 多谢耶寿 你十二年去到你這個地方 你十二年去到你這個地方 神祢的慈悔到你這個地方 耶穌浩 耶穌浩 今天心靈勇兩神 放聲地呼籲耶穌 耶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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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先來舉手 誰感受到有分別的請你舉手 鄭先生 你的感受就是初頭痛 後來就沒有想痛 是啊 是的 剛才感覺一浸一浸涼 就是在祈禱的時間好像有風 浸一浸涼 乘身涼 然後你一祈禱的時候 我乘身很痛 突然間就發現乘身很熱 很熱之後 現在就很舒服 這是醫生的過程 是啊 感謝祈禱 好 感謝祈禱 多謝耶穌 我剛才覺得 嘩 突然間好像感覺聖靈很充滿 嘩 簡直是 整個人麻痺了 即是是悲的 但我動到的 其實我知道 但我是悲的 嘩 接著我覺得就 聖靈很同在 即是我覺得是神降臨在我們當中 是 不知道為何 即是好像很喜樂 要喜樂到要 叮叮叮叮叮叮 很開心 很開心 不過其實我今天很不開心 之前 其實我是有一些不太餓的 那幾天 就打算回來 死定會不會哭呢 釋放一下也好 怎知道原來我釋放是笑的 今天不斷笑 不斷笑 不斷笑 很開心 感謝主 贊給耶穌 剛才我坐在這裡也有一些不舒服的 但一邊出來勁快的時候 我沒試過是提不到笑 不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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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試過笑那麼久 不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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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個人很熱 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開心 跟他一樣 其實我不只是腰背痛 我手腕都痛 手指膏有痛 但剛才已經有一些不舒服的手腕 但現在我覺得又中了一點 很快 會不會會不會 還是不愉快 我們會不會幾乎